英文的溝通能力 不单只是语言本词 就是你沟通你要了解 对方到底想说什么的 sense这部分是要用的 对英文真的要很好 不然会都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对我来说是口音 因为有些国家口音比较重 所以呢听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 法国跟印度的口音会比较难 难懂 这些法国人在讲这些英文 如果他认为很顺很溜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那对我来说是印度 因为他们有时候发现 重会放在很特别的地方 像是cushion 他可能会说 I have a cushion 之类的 对 真正听不懂的时候 其实就问了 看看是不是双方的沟通有没有落差 因为我们自己理解到的 然后重新再讲一遍 请对方确认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例如说天气啊 或是最近的时事球赛这一类的东西 或是可能刚台北有地震之类的 因为我平常在看Super Bowl 所以有时候就刚好跟美国人聊一些赛事的状况 我这边会接触到的就是美东啊 美西啊 法国 印度 那基本上这已经横跨地球三分之二的时区了 所以 时间上就是我们就是积极主动配合 对因为 他们毕竟是客户 所以我们会比较常常安排自己在比较晚的时间 或比较少的时间 配合他们的时间 就是来这边工作其实就是比较忙碌 所以呢 就比较没有时间去做分手的动作 男女朋友的关系会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稳定 因为你就是很忙 没有时间做其他事 没有空吵架 对没空 晚上很快要回客户的email 没有错 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 他们其实都在家里跟我们工作 就是在会议情况 有时候听到他们的小孩在叫他们啊 或是狗叫什么 我们前阵子出 有出差到美西的时候 去到他们的客户的办公室 然后发现哇 办公室很大 可是实际上人好少 因为大家真的都 work from home 我觉得是英文的听说读写能力都有增强 因为每天都在用 这个人 我也这么认同 就是除了在公司内部跟同事讲话之外 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用英文 透过聊天的时候 可以多了解说 我原来美国人平常是这样子过日子 或法国人平常是这样过日子 多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也讨论的 也讨论的 也讨论的